今儿先做一个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巨像的焦头 捏碎一块午餐肉 你想不到有多解压 一块太多了 我们捏个半块 再来少半瓶老干妈 再来一小勺老干妈 还带泡面的油包 一宝丝滑的芝麻酱 少许丝滑的芝麻酱 搅拌均匀后 搅拌均匀后 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 这再加一个步骤 天烧 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 看这个时间煮个面 我不煮面 我泡面 这泡的还是贵州风味的面 是不是就和老干妈很大 面汤千万不要倒 为啥不倒 我就要倒 煮完面肉酱也好了 泡完面肉酱也好了 来一勺浇在面上 全部浇在面上 没试过 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香 这绝对很香 那今天就是连续吃泡面的第45天了 这点子真不错 而且捏碎的午餐肉特别的挂面 这样口感就特别融合 大碗好像芝麻酱加多了点 下次可以来一半就好了 真不错 这个真的可以做一下 就是芝麻酱放多了之后 口感会有点干 但香了 还有我这和原视频也有点不同 它那个要油一点 跟老干妈加的比较多 做这个面 在午餐肉的选用上面 不要选后腿桌子罐头 因为那太瘦了 我今天用的是王家肚 它的油脂比较丰富 就算捏完我缩手指的时候 那个油脂香绝了 真好吃 来倒一口午餐上多一点的 那么9月18号和8月初四过生肉平满 祝你们生日快乐 这面慢慢变少了 我都已经舍不得吃了 超香的 但可能还有一个缺点 今天这个纳含量绝对爆表了 因为我的臊子确实加得太多了 今天我想起来做这个 一方面是有这个贵州蜂蜂面 还不是昨天到美洲龙坡的巴巴腿上面 有薅了几块王家肚回来吗 太满了 好 我要蒸开面摊了 这个扫子得用 最近我都在找摊了 这次一定会开 天哪 天哪 就吃完了 这扫子还有一点碗底 战胜菜吃 那就 明镜 嘿 我们天天见